大家好,我是九條,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這一集要介紹爬蟲啦 那一樣是跟朋友借的烏龜,因為家裡實在沒有烏龜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烏龜呢 之前有介紹過很像的,但是是不同的 今天介紹的是櫻桃紅腿 那先看一下櫻桃紅腿的介紹吧 櫻桃紅腿,是近年來流行於產地巴拉龜的紅腿種類 又稱為豬爐紅腿,成體體型不超過25公分 相較紅腿象龜是比較小的 在適應力或外觀,基本上都跟紅腿象龜一樣 是非常好養的物種,也是非常喜歡追著人跑的烏龜 對喔,在餵食上可以像紅腿象龜一樣 餵食水果跟小蟲子,他們都會非常喜歡 好,那看完了櫻桃紅腿的介紹呢 我們來介紹這隻櫻桃紅腿 櫻桃紅腿呢,基本上它的飼養跟 習性跟紅腿一模一樣 那可能很多人會分辨不出來櫻桃紅腿跟紅腿的差別 那我們現在來跟大家分辨一下 教大家怎麼分辨櫻桃紅腿跟紅腿 很多人會看它紅不紅嗎什麼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挑了一隻我們家最紅的紅腿 小紅 來跟大家做一下 喔,怎麼重量那麼重 那我們先單看外殼齁 其實你說紅的程度 小紅是比較紅的 所以 以紅不紅來分辨其實沒有那麼準確 那殼的話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小之後非常難看出來被夾的差距 紅腿可以看到就是 殼是全黑的然後有黃色的斑塊吧 那櫻桃紅腿呢在長大的時候 它的殼的每頓的縫隙之間呢 會出現爆白的現象 那小隻都是小隻的時候 基本上也都是全黑的 所以唯一可以分別的部分呢 就是它們的副甲 紅腿的副甲是黃的為主 然後可能會有一小塊的黑斑 那櫻桃紅腿呢 副甲是全黑的 然後會有白線 也是長大之後慢慢爆白的 所以如果有人要買櫻桃紅腿或紅腿 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 副甲 很明顯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其他其實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整體態啊什麼上面都是差不多的 那大致教大家分辨一下櫻桃紅腿跟紅腿 那大家不會 要買的時候被騙啊什麼的 那櫻桃紅腿在飼養上習性 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跟紅腿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吃啊什麼的 習慣啊 個性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櫻桃紅腿 給大家仔細看一下 它爆白有可能會爆的全部都是紋路很漂亮 整隻白的然後中間是黑色的 也是非常的可愛 那這是今天介紹的櫻桃紅腿啊 如果喜歡我影片請幫我按個分享並且訂閱 希望以後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好看影片 我是九頭 我們下次見